由于上次的冲突 薇薇的前男友又来找我麻烦了 兄弟们我到底该怎么办 这是你男朋友啊 他有什么资本啊 他有车他有房啊 就这样连过往在这包月包不起吧 说他拿不当小孩的都玩呢 兄弟兄弟 你别跟着记得白脸的啊 你过来咱好好聊聊 那个你等会啊 其实呢 薇薇啊 她说点气话 我不是她的朋友 但是几乎你这么一闹呢 我也看明白了 你是他前男友吧 挺我眼力见 你是想跟他复合 对啊 那得好想 你要信得过我 我跟你支个招 说了清清 你呀 就回去给他没事 点个外卖啊 买点花啊 是不是给他制造点小惊喜 这样 他态度就能对你给我转变 哥你听懂啊 你说拿《非诚勿扰》 当电视剧看呢 你这样 咱俩去吃个饭 好好聊聊这个事 不 吃饭来下回这事了 但是呢 我看他这个状态呀 你今天是够点兴 这样 我现在就带走 行吗 那咱俩加个联系方式 你哄好了给我送回来 嗯 行 聊什么呢 聊这么长时间啊 我看俩聊得还挺欢 没事聊啥 我就让他 劈劈他两句 让他痛感先飞 好 你还挺厉害 那是 哎对了 嗯 你刚说的 都是真的吧 什么呀 就是 男朋友啊 傻的 对吧 哦 你放心 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啊 那那也行 那也行 但是 咱还是把话说清楚 咱俩只是 普通朋友 对吧 普通朋友 对啊 虽然说 咱俩认识时间不久 虽然说 咱俩也挺不平的 虽然 哎 你是不是自恋习惯了呀 你是不是觉得 所有人都喜欢你呀 我告诉你 我们只是 认识而已 哎 你 还有吃个路边摊 所以你问女朋友咋样了 你啥时候 你给我送回来呀 走吧